空间再造的效果真的可以改变一个城市的氛围和气质 高雄被人津津乐道的博尔艺术特区 就是利用废弃的旧仓库改造成充满特色的文创展场 立委许志姐也提出要复制这个成功的案例 希望也能够在凤山创造第二个博尔特区 过去被蒙上神秘色彩的海军民德训练班 对外开放之后吸引许多游客前往探访秘境 连带的原本要拆除的眷村也再度因为受到重视而保留下来 立委许志姐希望透过空间再造 让凤山这座古城展现艺术文化的新面貌 我们可以看到博尔的仓库也是老旧建筑 那我们其实很多的老旧建筑如果把它串联起来 不要轻易把它拆掉 那将来它可以再造一个博尔 那凤山是有足够的条件可以创造这样一个优质的地方 除了浓郁的眷村文化可以当作凤山发展观光的特色 大东和魏武营两大艺术文化中心的建设 也为凤山推动艺文表现再加分 我们新的地方包括魏武营国家音乐厅明年会完成 包括我们的凤山的最老的眷村 就是黄埔新村 那个地方本来是要拆掉 那我去拜托文化局 我说这个不能拆这是我们凤山也是我们台湾之宝 所以现在留下来 那这个地方我们会要求国防部跟文化部 有可能会做一个眷村博物馆 有传统古迹建筑当后盾 还有引力潮流的艺术大头镇 让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凤山城 看见第二的艺术村 相信不会太困难 港多新闻黄兰军许富天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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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